大家好 我是舅姐姐 今天在菜市场呢 好不容易看到这种菜心呢 我在找已经找很久了 在我们这边的菜市场 很难看到这种菜心 品质还不错 很搭汁 于是我就把它买回来 我想要来做一道 我在大陆吃过一个料理 很好吃的料理 所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样的菜心料理咯 那就让我们Let's get started 首先我们芥菜呢 很多人买回来 大部分都煮汤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芥菜不煮汤 它也可以做出一个 很好吃的料理咯 那就让我们开始来处理它咯 首先这个芥菜心呢 我们买回来呢 因为我们不煮汤啊 但是不管你做什么料理 你都要先把这个皮去掉 那这个枝叶呢 你也可以拿来煮菜咯 这个枝叶你就可以拿来煮汤用 那因为我今天不是要煮汤 所以我要把它剥下来 就这样把它 一株一株的把它剥下来 好 就这样 我们就留下这一枝 我要的是这一枝 好 锡好了 锡好了以后 我们要来处理一下 我们首先把这个头 这个切掉 这个头呢 因为它比较老 你看很难切 就表示它非常老 所以我们把它先切除掉 这个时候我们用手剥 可能比较好剥 你看用手就比较好剥啦 用手轻轻的一剥 应该它就可以撕下来 我们就把它的皮去除掉 好 看到这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 婆婆妈妈女朋友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朋友 请她做这道好吃的料理给你吃 你才有口福可以吃得到喔 我本来想说用刀子剥 结果我本来不用 用手这样剥也可以喔 还蛮好剥的 像这样子 轻轻的就可以剥开 新手主妇可能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像这样子 轻轻的就可以把它剥开 那到这里不好剥 我们就可以用刀子 藉由刀子的力量 这样子把它 稍微撕开来 但小心喔 不要弄到你的手喔 你可以拿小支一点的水果刀也可以 我们用菜刀去的差不多了喔 那你看看这个还有 这还有很多纤维在上面 我们可以用这种刮刀 这样来刮它 就会比较快 要不然你用刀子呢 切的时候不均匀 这样把这个粗的纤维把它 全部刨掉 像这个 这个就比较粗喔 这个不能拿来露菜 这个露菜就不好吃了 你要煮汤也是一样 也是要把它刨干净才能够煮汤 不然有纤维吃起来 口感就非常的难吃 好 我们这样差不多处理完了 好 就这样我们整只都刨干净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切它咯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来切片喔 我们先把这边先切一片下来 看纹路 我们这样切下来呢 然后就可以把它切成丝 这样子 就全部把它通通都切完 我们尽量切长一点的丝 这样切起来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吃喔 不要切太细 因为太细 等会你吃不出口感 我们大概切像这样子喔 然后你切出来它就 因为炒的时候它还是会缩啊 所以你不要切得太过细 大概 丝就像这样子 这样可以了 如果有的太粗呢 就稍微再切细一点 稍微看一下 不要有的太过粗 把它全部都切完 切成丝就好了 你不要看这一只好像很大喔 其实喔切一切啊 分量不多 如果你想要吃多一点 你就可以买两只 这样子可能分量会比较多 所以有经验的足处 家里人口多的 可能就会买多一点 这个后面就比较嫩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晚一点再下去炒 有时候煮菜要把它分类一下 这样才不会有的快熟 有的还没有熟 好 这样我们全部都切完了 好 我们全部切好了 就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比较多 这边比较少 所以我们把它分类出来 这个比较粗的部分 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先把它分在这边 这个比较嫩的呢 等下差不多它煮到 比较软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去 好 这个我们 菜心处理好了 我们就来腌肉 这个里面我加了米酒 酱油 五香粉 跟白胡椒粉 然后还有 一点点的糖来提鲜 你就这样把它全部都和好了 搅拌搅拌 这个时候我们要 我这个用的是牛肉 如果你家里没有牛肉 你就用猪肉丝 因为我家有硬用 如果我用了猪肉丝 它就不能吃 所以我就要用牛肉丝 好 那用牛肉丝 我觉得猪肉丝比较对味 但是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考量到 它吃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这样搅拌好了 我们大概加个一汤匙的太白粉 然后把它搅拌开来 目的呢就是等下炒的时候 它会比较嫩 所以信手主妇呢 你要想 为什么我每次炒出来 牛肉都很老 就是你最后啊 腌好了以后 要裹上一层这个太白粉 这样子可以让它那个肉质啊 因为包覆制 把它包覆起来 那个水啊锁在里面 那个肉就会比较嫩哦 好 我们就这样备用 再来这就是我们的配料 有姜还有葱 我们葱不用这么多 我们大概两只就够了 然后还有辣椒 大概半根就够了 好 我们就这样子来 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 配料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辣椒呢 辣椒我们先切成斜段 不过你要切小米圈也可以啊 半只 好 放在旁备用 然后葱呢 我们把它切成葱花 好 全部好了 放旁边 再来我们要处理姜 我们要把姜哦 姜大概一小段就好了 然后大蒜呢大概 如果你是大颗的 大概一颗就好 我用这个大颗一颗 然后把它拍扁 姜拍扁 然后大蒜也把它拍扁 然后把它剁细 因为我们这一道呢 是要做法 有点像鱼香肉丝的做法 所以呢 这个必须要用到的新香料 就是姜啊 跟大蒜啊 好 我们大蒜大概切到 像这样子的细的程度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都通通把它放在这里备用 这时候我们在全年设 买什么鸡肉啊 它的这个盘子 就可以拿来当做 我们的备料盘 我就会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备料放在上面 这样子呢 你就不用再去拿一个盘子 而且用完了呢 你就可以丢掉 通常我就丢掉了 因为买回来 我相信很多祖父 通常都直接就丢掉 不会有人留下来这个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 就把它拿来善加利用 你就不用再洗一个盘子咯 我们就这样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好 再来我们先调一下酱汁 我们先酱油大概一汤匙 然后再来糖一小汤匙 胡椒粉一汤匙 也是一小汤匙 然后再来米酒少许 再来我们酱油糕也是一汤匙 这样子可以蒸涩作用 然后把它搅拌开来 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在料理的时候 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 然后我们大概加个一汤匙的水下去 然后再来加一点 再加大概一汤匙 一小汤匙的泰白粉 然后就这样把它豁开来 全部搅散开来 我们就放在旁边备用咯 好 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炒我们的菜心 我们先把这个锅子烧热 我们把我们刚腌好的牛肉丝放下去 开始来翻炒它 把它炒晒开来炒到肉色变白色就可以了 好 我们炒到这个牛肉丝全部都变成 变色了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起来以后呢 肉丝就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我们等一下要来炒它 接下来我们要来加一点油 原来的锅子 我们要开始炒我们的辛香料 我们把这个刚刚切好的这个大蒜跟姜末 把它放下去翻炒它 炒出香气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这个菜心 我们要把这个比较粗的先放下去炒 稍微炒软它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水下去 然后焖煮它一下 让它这个炒软一点 我刚刚切一条好像很多 你看 切下来等一下炒起来更少 好 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这个比较嫩的放下去 这样翻炒它 炒个七八下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刚刚调好的这个酱子 把它淋下去咯 然后淋下去之后 你再尝尝看这个味道 够不够 不够 你再自己做一下调配咯 好 这样让它稍微焖一下 我们稍微盖上盖子 让它焖整一下 这时候火可以关小一点 好 我们打开盖子来 然后把它翻炒一下 这时候你可以拿一个出来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软咯 嗯 还没有 再加一点水 让它焖煮一下 那有人喜欢吃脆脆的 我觉得也ok啊 好 我们就这样子 让它再焖煮一下 让盖子再焖一下 好 我们煮的差不多 把它打开盖子来 然后这样翻炒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牛肉丝咯 把它放下去咯 因为煮了凉 我觉得这个量不是很多 所以我牛肉丝没有全放 然后放进去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配料 辣椒丁然的把它放进去 然后就这样炒一下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下辣豆瓣酱下去 但是我今天也放辣椒 这样就可以咯 你也不要煮到太软咯 就不好吃了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起锅咯 好 这样美味又下饭的 鱼香菜心就完成咯 超好吃的 你一定要试试看 如果看到菜心 不要再拿来煮汤了 就这样煮 超好吃咯 好 如果你在菜市场看到菜心 记得买一只回来 这样子炒炒看 不要再煮汤了 真的很好吃 那我们这一集的鱼香菜心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 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老公 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 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开支咯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